好,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那個微動開關也可以做供應級設計 那如果你是做供應級設計的話 你的微動開關呢 它的common這邊就直接接到5伏特 然後那個normal open 這裡你可以把它接到一個10k或50k 隨便一個大電阻然後接地 那這樣子在沒有按下去 這裡沒有導通的情況下 你的A0量這邊 它量的是normal open這一點 你的A0量到的就會是 因為這邊沒有通 沒有通回路就只有這裡而已 那這裡的話GND沒有電 所以它量到會是0伏特 直接接地就會量到0伏特 所以不按的時候是0伏特 那如果你按下去電路導通 那5伏特會從這裡流過來 好,流到這裡 然後接地 那A0量到的位置呢 會是在這個電阻上面的壓降 也就是5伏特 5伏特的壓降 所以A0這時候就會呈現1023或1022 好,那所以這是用供應級的接法 用供應的接法 那所以我們實際來看一下電路 好,這是我們實際的電路接法 那一樣啦,跟剛剛一樣 那個紅色,紅色的線就是5伏特 就是5伏特 就是5伏特 所以這個紅線的地方 我們把它接到那個common 就是共接點 好,然後呢 中間這一點 Normal Open這一點呢 我把它串一個電阻 串一個電阻 然後去接地 串一個電阻 然後去接地 然後我的A0橘色的線 我就量電阻之前 就是Normal Open這一點 好,這一點 那這個就跟我們的電路就會一模一樣 跟我們的電路就會一模一樣 好,那那個板子這邊的接法 一樣沒變 一樣是GVS 接在A0這一端 那所以當我的程式 好,當我程式這裡呢 好,一樣啦 就是 就是 設定A0為輸入 然後去直接讀A0的值 那所以現在沒有按的情況下 它是0 好,它是0 那當我去把它按下去 它就變成1023 好,放掉就是0 那這是使用供應級的 電路的方式 好,供應級電路的方式 那這種方法在寫程式會比較直覺 好,因為有按就有數字 沒按就沒數字 好,這是 比較 國中小比較建議的方法 那如果你使用供應設計的話 那個是業界比較建議的方法 好,那其實兩種都可以啦 兩種都可以 好,謝謝 謝謝